10下流行歌手最火的莫过于周深 一副金嗓子子熟难辨 高音低音随意切换 古典风格现代流行任意驾驭 每身花枪都是专业水准 很想问问周深你还有啥不会的 最初在影院一部大鱼海棠 配着一曲大鱼把我虐的是肝肠寸断 着身清澈如大海的嗓音 如鸣如燕 将一份爱和祝福唱的是荡气回肠 影片中楚对坤的偏爱 秋对楚的深情 向歌声中的每个音符温柔如梦大气蓬勃 最后楚抱着爷爷变成了虚型的海藤花 秋化作了人间的风雨 我的眼泪不值钱 或者周深的歌曲是哭惨了 翻唱歌曲中 毛阿米的那首《相思几乎是完美》 和毛阿米老师的大气磅礴相比 周深把这首歌深刻的烙上了个人特色 嗓音更加的酷 更加清亮 白转千回 暗示一首轻柔小调 周深的嗓音质感饱满 长腔细腻 带着烟火气 直底 内心深处 还带着一丝少年的气息 还有一点点的轻快明亮 一个对爱情充满了愁伤的少年 在自言自语 轻舞飞扬中淡淡的忧伤 在前不久热播的《三千压沙》中 周深和郑云龙合唱的主题曲《昙花一现雨及时》 我要吹爆这首歌 好听到 不舍得睡觉 两人声线类似 但又绝不同 周深清亮空灵 郑云龙丰富细腻 但一致的是富含了感情 难道这是唱美声的优势 刚一部分 两人声线完全不强 和声不能更和谐 如果你看过电视剧 带着郑云城的痴情 和赵思路的爱恨 再听这首歌 你会惊叹于他的荡气回肠 回味无穷 如果你听过周深的孤独的牧羊人 一定会被他的唱功折服 这首歌完美地体现了 他的唱歌和嗓音的魅力 专业的美声宫底 英文歌词咬字精准 是个语言天才 这首歌是比较难唱的 不仅难在唱敲 更难在意境和情趣 周深的美声宫底 唱好了这首歌 嗓音很好地表达了歌曲 表演又诠释了歌曲的灵动 周深唱歌简直是绝杀 一首《浓情淡如你》 在华丽的配乐和和声当中 有峡谷柔情 如气如素 像早春挥寒的青鹿 亦或山头斜照的夕阳 这独一无二的歌声 爱你值得 无论是古典的美声 还是流行的歌曲 古典的侠情 哪一种风格 都能很好的演绎 这样的嗓音是无敌的存在 这个男人 真不是一般二般的存在 是王者的存在 周深的嗓音空灵独特 缥缈有灵气 无论什么样的歌 到了他那儿 都能够唱出独特的魅力 或励志 或者是充满力量 或者是抒情 神魂颠倒 或古典韵味无穷 多边的风格 加上一把好嗓音 一般的男人 周深翻唱过《千千雀歌》 一首歌里有三种语言 中文 日文和粤语 周深超强的歌曲的驾驭能力 除了把歌演绎的风格独特 还让粉丝领略了他超强的语言能力 一首印度风格的歌曲 这首歌曲是抑郁风情浓郁的印度歌 唱腔也非常的华丽 就如印度的歌舞一般 节奏清晰 气场强大 感染力极强 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 周深翻唱了木村宫 亲爱的旅人 歌腔如树如银 空灵的歌声在简约的配乐下 完美的表现出了歌曲的淡淡的忧伤和意境 仿佛跟着动画神池飞扬 一首朴素的丹尼亚 周深美声唱法和通俗的唱法结合 和红梅花儿开结合 歌曲中的美声花枪简直惊艳 把歌曲中的颓丧抑郁迷茫 演绎的个性十足 那简直就是另一首歌 深刻的烙印在了周深的个人的特色 相思翻唱毛安眠的经典之作 众所周知 毛安眠的唱腔是独特的 歌声魅力绝非一般人 但初听周深翻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惊叹于他的唱腔婉转 怎么能够一腔热衬的思念 唱得如此的婉转动人 琴满每一个字 共情能力 感染力爆表 自己按门铃自己听 这首歌曲就像是个孤独中喝醉的人 时而温柔 时而活泼 时而爆裂 时而疯狂 各种情绪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嗓音 不同的韵味 不禁地感叹 周深的进取率太高了 几乎唱的每一首歌都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仿佛所有的情绪都能够在他的嗓音当中 揉成华美的歌声 周深未来可期 周深在近年来的资源爆棚 连续参加了我们的歌 歌手党打之年两部音乐综艺 且都获得了不小的热度 增加了他的国民度 短暂的大量曝光让他的粉丝数量成指数的增长 红了之后的周深也诱发了一些人对他的质疑和好奇 周深的个子很矮 说话的声音很细 再加上唱歌的时候 禁似女生的那一口天赖 能够给人直观的印象和冲击力 2014年周深第一次参加选秀节目 登上了当时最火的素人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 当时的中国好声音一记绝尘 即使是口碑一年不如一年 但是还是给华语乐坛培养和产生了很多优质的歌手和人才 他在盲选的时候演唱的那首欢言 着实是令人惊艳 像是王妃又像是奇遇 一下子获得了导师们的惊叹和赞赏 成功晋级进入到了纳英战队 之后合作演唱的一首贝加尔湖畔 也成果获得了中国好声音的年度金曲 周深的好声音歌坛少有 十分的契合节目的名字和主题 但是他并没有成功的进入到冠军的角逐 反而之后被淘汰了 从此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2017年也是周深凤凰涅槃破土重生的一年 凭借着一首悠扬婉转的大姨 周深荣获到了第17届的音乐风云榜 年度最佳音乐歌曲奖 大姨海棠这部动画电影成了国产动漫的电影转型之作 在一定的阶段有着很高的地位 在《大鱼海棠》的预告片中 那精美的画面和浓浓的中国风 让所有喜爱动画文化的国人沉醉 中国终于有了一部制作精良的动画电影 终于不用再看《宫崎骏》和《新海城》 然而剧情的缺陷使得大众对《大鱼海棠》褒贬不一 但是凭借着《大鱼》和《大鱼海棠》的风浪 周深终于重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并且成功塑造了一首他的代表作 此后周深在很多的场合都唱过这首歌 这首歌在周深的心中也留下了很多的回忆和记忆 由于《大鱼》给大家带来的冲击感十足 很多的电影电视的主题曲 片尾曲和插曲等都邀请了周深进行歌曲的翻唱 《如一传》的《梅香如故》 《陈情令》的《荒城渡》 还有江子牙的《请笃信一个梦》 周深这个名字逐渐的被资本和大众所认可 他也真正的迈入到了流行歌手的行列 2018年的11月 周深参加了《生入人心》 成为了《梅心湖》三十六子当中的艺员 让大家认识到了不阴阳的周深 也让大家知道了周深所追求的音乐风格是美声和流行的结合 虽然周深在《生入人心》的前期并没有十分的出彩 但是此后他一直都是三重唱等合唱的最佳人选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阿云感和王熙的《抢周深》大战 两个人从微博上怼到了节目组 可见周深的摆搭性和自身的超强能力 也正是《生入人心》的舞台 让广泛的大众对于周深的性格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周深断子手 周怼怼的直爽性格和超高的情感 在综艺的节目当中是一展不移 也缺了很多的性格粉 小众的时候大家都会喜爱和珍惜你的才华 但明星艺人或者是自媒体博主成功的火出圈之后 就会迎来各种各样的不爽和抨击 对于周深外表和女性化的黑子着实令人那可恶 暂且不提 还有些人会造谣周深红了之后就飘了 在王牌对王牌中 周深在节目中的频频抛梗 谈笑之间的 综艺感十足 也会Q到撒丁丁等人 让他们有更多的镜头 然后这些行为都会被黑子们说成是抢戏和飘了 不尊重前辈等等 着实是让人无语 周深自己也说 他一路走来都是伴随着争议和流言蜚语 但是我坚信 他对自己的事业和追求 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坚持 周深的声音百年 难得一遇 是一块会发光的金子 是一枚圆润的宝石 相信他在之后的唱歌的事业当中 能够坚定自己的初心 对于自己有着更大的理想和展望 是一句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